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你的理解是否真的有这件事呢 因为好处就是它的范围大 不好处就是说 车工在他的拳经有说的 就是持长兵器 持长兵器 一被人近距离入到五尺位置 你知棍就废了 所以余大游那支棍应该没那么长 你猜有多长 余大游那支应该齐眉 或者是高过头一点 应该不会太长 因为太长 尤其是你要埋伸打的时候 这支棍太长 你打好自己的人 所以一定不会太长 而且不是短棍 就是这样长度的棍 可以头尾呼应 就是两边都用得了 变成你的变化是大 如果你是长的棍子用一边 用一边 就是用五六八的棍 就是拿着一边 用棍头打 所以就是打远距离的 他有什么拖棍 那些方法就是 就是人家进去中路的时候 他就要移回那边 要移后拉着棍走 但是没有齐眉棍的变化 那么方便 所以看那段 他就说两个人 一个持长一个短 即是光是流少少的 所以后来就 就是两支棍是换了 就是其实是输了给人 就是变成了回大游 就拿着长棍 即是光是拿着短棍 当然当然 阿诗的光后来就做了 他那把 就是模仿日本仔的那把劍之后 他就做了一套刀法 其中的刀法就后来影响了 后世那些双手刀的玩法 所以变成你的电影 就看到他 他将两手摆在那边 其实有暗示他 就是双手剑的那种效果 即是因为日本刀就拿双手 对双手 中国剑就是单手 即是单手 即是换言之他到后期 其实他都用到日本刀 是的 他只学了日本刀 因为那时候 即是有个日本的高手 就是属于音流 音流 音流即是隐流 他也叫做隐流 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隐流 其实就是 有一个很出名的 叫做什么 柳生 柳生十兵卫 大家都听过 柳生一族 柳生一族 他们那个流派 就叫做新音流 新音流 其实就是音流的进化版 即是说最早期就叫做音流 他有个高手 就好像叫做 不知道叫做爱川小七郎 还是什么 总之是音流的那些人物 在明朝的时候 就在那里有教过功夫 所以就说 施继江在那里学了 参考了他的剑法 这个中日的武术交流士 我们将来也有机会 如果观众有兴趣听 我们也嘗嘗说 因为空手道是来自三学八学 八学 三字八学 对 有些人说是来自太祖 太祖长拳 太祖长拳 游道来自游术 对 其实是中国一个 有些人就这么说 但游说他就说了不是 他们认为是日本传统的东西 不过我们中国 什么都说是我们 你不要 甚麽有事我们的 哈哈哈哈 这样印证一下 凶手道有些 凶手道有些 凶手道有很多师傅 很像我看过很像 不只是很多师傅 自己都承认的 比如现在 从图馆那些最高级的师傅 都有回到大陆 去拜会一些名家 就是太祖长拳的名家 或者拜会一些百学拳的名家 然后大家去引证 大家不同的功夫 那种相似与不相似的地方 譬如好像太祖长拳 或者那些三箭百学那些 都跟空手道那些手法 其实基本上是很像的 法径也很像的 好 那刚才我们说过棍 但是问题就是棍 这个战场有什么用呢 如果以于大游 劍经来说 他就说 任何武器 最重要的是棍法 如果练得棍法好 任何兵器都练得好 那我又练一下棍 棍是很练的 棍是很练的 棍是可以练到法径的 如果你有兴趣 不要买一些白栗肝 那些师傅就整股你 白栗肝你练到你自己 很颓丧 拿一些藤棍练一下 藤棍练得软一点 那你用一些藤棍去练扎棍 或者练鸟棍 是你会发觉 你脑的意识 是可以伸延得长一点 就是我们平常打的意识 只是手那么长 那有时就没有那种距离感 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拿一支长一点的棍 去练扎棍 就是拿一支棍去彈棍 你这个力点去到棍尖 那你会对力量的传递 是会准确一点 其实挺好的 就是连扎棍 彈彈彈之棍 很好 那你有没有看过 李小龙在浪震孤头那里 一插之棍 就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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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彈棍 将这棍 彈棍一些的 将这棍彈彈到地下 就是棍点头 就是这支棍要点头 如果到你那样 能够将身体的力量 放在一支棍 传到棍头的时候 就会找一支硬一点 到时会找一支白蜜杆 当你这支白蜜杆都会点头 你那个法径很厉害 就是力量很大 所以这些功夫 就不是想擂台用的 所以有时想擂台用 但是你觉得他们两个 没有少时间 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战场 用不用得到 棍用得到的 棍用得到的 棍就是后来 烟阳阵的枪法也是 他后面那四个 都要练那些枪 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岳家枪这回事 历史上有 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仗 有 我们学功夫也有 岳家枪 杨家枪 杨家枪 这些在现在你还学到 现在是很神学的 现在我们当是练功 练功法的一种帮助 就是说你练成一套东西 就是成一套棍或成一套枪 很多人都不喜欢练的 因为很多人 按时我教个小孩 我教你打五林八角棍 那那个小孩在打什么 他说 师傅我不会带棍出街的 哈哈哈哈 那又是 你哪个打五林八角棍 不是 那是不一样的 棍法可以用于拳法 他们不是这么想 想得这么聰明 小朋友而已 是啊 就是拳可以用在棍头 拳也可以用在拳 是的 一样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合二为一 那整件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鸳鸯陣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鸳鸯陣 鸳鸯陣其实就是 因为他 第一 阿车锦江 他那些全是新兵 重新训练 个个都没有功夫底的 那开始阿车锦江就弄了一本 几校新书 就教他们打功夫 后来呢 教完一段时间之后 发觉功夫练得好 没什么用的 变成对他们的 行军打仗 不是有太大帮助 就把拳经抽走了 那就没有了 但是呢 在里面也有刀 棍等东西 那些东西 然后呢 因为你初学嘛 你基本上都不够 就是如果你说 打拖和武士 做开白人斩的人打 你是不够打的 一定是被人斩开的 但是打一定不输 一定输 一定输 但是打一定不够打 那我又怎样呢 中国每一东西 人多嘛 人多过你 人多什么好呢 最好就是玩一下陣法 那如果你人多又有陣法玩呢 黑警都不够你了 大家可以看看 在我们那个有效果那里 就有过他的阵 是 很奇怪一件事 其实他如果 我没记得他十二个人 十一个人 十二个人 有一个人是煮饭 有一个人是煮饭 那个人不出来打的 我不明白有个人是煮饭 那边有个人是煮饭 那边有个人是煮饭 Team Spirit Team Spirit 附于煮饭 就是打运动完 有人煮饭帮他吃 不是 我想法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要煮饭呢 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单位 是 那如果他煮饭 应该是背着 他也背着粮 那些粮 那些粮 就是煮食的东西 那那个 假设就是说 他不是说 我们打完回来 就归回大堆 可能这个是在那个地方 就地宅营 就地宅营 住几天 那遇到的这些日本 所谓倭寇 就打了 因为可能倭寇 本身都是散兵游 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阵法的 也不是一对真是兵 就是我那些匪似的 那些贼 饮鸯陣 其实最重要就是 其实他发明了两支狼线 那两支狼线 什么狼线呢 就是一支长竹 竹前面他有很多那些伸出来的枝 他不斩了它 然后在那些枝上面 就绑了一些铁钩 一些小钩 铁钩 绑在那个前面 然后呢 当一支这样的狼线 就很长的嘛 那如果在你的敌人面前有鱼 那对方呢 就会被他们遮了视线 当你要拨开那支狼线的时候呢 后面有四支鹰枪 就随时侍候你了 就是你一拨开那支狼线的时候 可能是四支鹰枪 就在这里 而且最主要呢 就是他这个方法呢 不是只是 就是和人群呕而已 最主要呢 是将一些很厉害的武士 搞定了 那也是说 就是杀了个大将 那其他那些日本竹卿呢 就没什么用了 而且那些日本竹卿 他本身是用那些 又是用那些自刀 就是一支棍 然后前面有一把刀 就是拿着鹰枪的后面 放了两个拿着叉的物件的人 那叉的物件 就是保护那四个拿鹰枪的人 如果遇到那些长兵器 可以远距离去砍到鹰枪的人的时候 那后面两个拿叉的就叉开 那叉等于是我们说的三叉 三叉 以前是耕田 耕田 那类的 如果你想到 是负农民的 不是负冰士 那些人是耕田 整件事都是 想到这些人原本出身是耕田的 都想不到这么多东西给你的 就当一些兵器 就是你平常用的 刚才我举一例 譬如说 那支狼线 斩波雪崖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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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本来早期是捉了 后来也用铸做铁做的 更加难斩 也令到当时那些武士都很触手 因为它全面有两个牌子 一个是持长盾的 就是一些方盾 就是用来保护着 因为木造 有木造有铁造 保护着后面的人 另一个是持持圆盾的 圆盾的就是活潑一些 就是它的动作可以活潑一些 那是藤造的 藤造的 一盾就通常是曲弄 不是平板 不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些示威者 打个游水板 平的 它擋也没什么用 最好是找一个铁盖 所以人家的 Ice on Fire 人家全部是用铁盖 不是用游水板 所以它用圆盾 用藤盾 现在旁边看到一个图 就是圆盾 这个是藤牌 藤牌 是的 我记得以前去世光的时候 一些武师表演还有藤牌 有有 藤牌对单枪 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藤牌对单枪很出名 这个套路 现在 当年大陆打开美国的友谊 都是靠这些 你连结他的表演 蜘蛛就不断捉住他的颈 捉不到那些 所以他的藤牌很活潑 他的角色是游走其他地方去保护那些人 最重要的是他有几支短矛 矛在背部 就是拿来飞这些人 有些人来得太近 他用尖牌去阻止他的速度 所以整个阴阳阵 其实是挺灵活的 因为他人不多 他不是我们上次说的 马奇顿那些八成八的一大批人 我们南方这边 这些路比较窄一些 你不可能放八成八个人 放一堆在那里 他都不能动 那这些人就是了 他随时又可以因为地形而变 或者变成两边 变成两边也可以 或者全全放在中间左右也可以 那变成他可以有很多变化 所以阴阳阵 是当时 变成一边 对倭寇的其中一个最佳的策略 这个我历史流传到的了 到现在我们都是 变成变成一边 就没可能避免去变成一边 变成一边了 那藤牌那里呢 即是是挡不挡到刀 因为譬如铜牌很轻 但是挡到刀 为什么会挡到刀 因为你的刀是curved 刀落点 但是你的盾是圆的 那又是一个tanger問題 你下来的九度度只有一点 那一歪就满到 所以你的刀是不能斬死的一个位置 一斬它 只有一小小一移 刀就满了 所以很容易弹刀 很容易弹开刀 即是你一打下去就弹 就弹刀 很容易满走你 因为它是curved 除非这把刀的力量很重 就是我经常说 就是破甲或者破盾 有两个方法 一是很尖 一是很钝 如果你两样都不是 你很难破到甲 即是如果你见到一个人穿着一套甲 就像你见到警察的甲 你用拳头打它 你很难打得上它 你一定要很重的力量 将它的甲当为传道体 将力量传过去 才可以 即是你拳头打它 没用 很尖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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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尖就不是刺它 而不是刺那个甲 而是找到甲的垃圾 来刺它 所以在战争的时候 我会有两种 一个叫做 遁挫力 和一个尖的 銳尖的破力 只有两种 所以如果有人有甲 基本上你不要打它 它是没有意思的 你用拳头 你不是的 不是泰神 他都不同的 泰神打都打不了它 你这么厚的东西 不是泰神 泰神 它是重的 它是厚厚的 过千磅 你脚夹都透过来 一样东西 我试过的 拿着脚靶 在身上 我认识一个 是在纽约 那间叫什么 是否有一个叫做住友 还是习友 住友 住友日本的 住友的银行的经理 其实他是在东京的极真会教练 极真空手道教练 他平时很客气很斯文 又不是 他在那里踢脚 踢脚 我觉得挺有趣的 他说 你拿个护盾 即是拿个脚盾 给他踢 我拿着给他踢脚 以后都不踢 我觉得会死的 就是你轻轻轻轻轻轻轻 如果对方的力量太大 深过来那一刻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我穿了隔蜂章 如果对方厉害 一样是深的 那道理 好 好 下雨 下雨 感谢观看